阿南德最新预言曝光 一起来听 印度神童阿南德 是一个引起全球关注的占星家 和天文学家 他因为在2019年 成功预测了新冠疫情 而一举成名 之后又准确预言了美国大选结果 澳大利亚森林大火 日本地震等重大事件 神童阿南德 依靠的是古老的废陀占星术 这种占星术的核心理念 源于废陀经 而且主要使用的是 恒星黄道带 这与西方占星学所依赖的 热带黄道带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印度和西方的占星术 虽然在方法上 有诸多共通之处 但是在宇宙观的构建上 却各自独特 早在年初1月13日 阿南德就预言 会有大地震 没想到台湾4月3日 发生规模7.2大地震 余震持续发生 阿南德在影片中警告 持续会有地震火山爆发等天灾发生 小心 世界各国各有阴谋毁灭性武器的测试 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发生 受到火星木星月球 与拉湖的大和响 还有日全时影响 地球持续受到负面能量包围 11至12月小心七件事 最近阿南德又发布了一段新的视频 对2024年做出了五大预言 他声称根据废陀占星术的推算 2024年将是一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一年 全球将面临多项危机和灾难 需要人类共同努力和应对 预言一 美国将面临内乱和分裂 阿南德预言 美国将在2024年 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内乱和分裂 他指出美国 目前正处于一个混乱和动荡的时期 社会撕裂 政治激化 经济危机 疫情恶化等问题 严重影响了美国的稳定和发展 他认为 这些问题并不会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反而会在2024年达到一个高峰 他分析说 这与美国当年的星象运行有关 美国将面临土星 天王星海王星等多颗行星的不利影响 阿南德还指出 2024年 恰逢美国总统大选之年 这将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他预测 美国将出现一位新的总统候选人 他他将代表着美国人民的愤怒和不满 挑战现有的政治体制和秩序 他他将获得广泛的支持和拥护 但也将引发强烈的反对和抵制 阿南德认为 这将导致美国出现两极分化和内部对立的局面 甚至可能引发暴力冲突和武装叛乱 预言二 中国将成为全球领导者 阿南德语言 中国将在2024年成为全球领导者 他指出中国在过去几年中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无论是在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 都展现了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 他认为 中国在应对新冠疫情和恢复经济方面 表现出了高效和果断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信任 他分析说 这与中国当年的新疆运行有关 中国将受到木星火星 太阳等多颗行星的有力影响 阿南德还指出 2024年 将是一个对中国有重大意义的一年 他预测 中国将在这一年 成功举办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展示中国的文化和魅力 他还预测 中国将在这一年 完成第二个百年目标 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阿南德认为 这将使中国在全球舞台上 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 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领导者 预言三 印度将遭遇灾难和危机 阿南德预言 印度将在2024年 遭遇灾难和危机 他指出印度目前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困境 社会动乱政治腐败经济衰退 疫情失控等问题 严重影响了印度的稳定和发展 他认为这些问题并不会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反而会在2024年加剧和恶化 他分析说 这与印度当年的星象运行有关 印度将受到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等多颗行星的不利影响 阿南德还指出 2024年将是一个对印度有重大威胁的一年 他预测 印度将在这一年遭遇多种自然灾害 包括地震洪水干旱瘟疫等 他还预测 印度将在这一年与邻国发生冲突和战争 预言四 欧洲将面临变革和挑战 阿南德预言 欧洲将在2024年面临变革和挑战 他指出欧洲 目前正处于一个转型和调整的时期 脱欧移民恐怖主义等问题 严重影响了欧洲的团结和发展 他认为 这些问题并不会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反而会在2024年引发更多的变化和挑战 他分析说 这与欧洲当年的星象运行有关 欧洲将受到木星火星 太阳等多颗行星的变化影响 阿南德还指出 2024年将是一个对欧洲有重要影响的一年 他预测 欧洲将在这一年 迎来一次大规模的选举包 扩欧盟议会 法国总统 德国总理等重要职位 他认为 这次选举将决定欧洲的未来方向 是继续走向一体化和多边主义 还是回归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 他还预测 欧洲将在这一年 面临更多的恐怖袭击和难民危机 需要加强安全和人道主义的应对 预言五 全球将发生大规模的地震和火山爆发 阿南德预言 全球将在2024年 发生大规模的地震和火山爆发 他指出地球 目前正处于一个活跃和不稳定的时期 地壳运动板块碰撞地核变化等因素 导致地球表面出现异常现象 他认为 这些现象并不会在短期内停息 反而会在2024年达到一个高潮 尤其是台湾要小心 四五六月将有可能还有强震发生 他分析说 这与地球当年的星象运行有关 地球将受到土星 天王星海王星等多颗行星的 强烈影响 阿南德还指出 2024年将是一个对全球有重大危害的一年 他预测全球将在这一年 发生多次超过七级的强震 涉及亚洲 欧洲 美洲 非洲等多个大陆 印度神童曾经表示 不能忽略星象带给地球的影响 受到火星 木星 月球 与拉湖大河下 持续让地球受到负面能量包围 天灾地震人祸时 安疾病不断 提醒台湾美国中国 日本等世界国家注意七件事 印度神童2024警告七件事 一 注意发生在水底的大地震 二 海洋政治冲突发生 三 警告新型有力量的毁灭性武器测试 四 恐怕会有世界大战发生 五 世界各国各有阴谋如成 与各怀鬼胎 六 2024年4月之后 新的能量已经开启 七 世界会有短暂的和平 印度神童警告世人 小心十个危机 一 气候危机恐怖 高温洪水干旱火山爆发 地震持续在各地发生 二 战争危机地缘政治紧绷 俄乌美中台海两岸以哈战争 南北韩相对是世界不稳定的地区 三 通膨危机经济问题处理不大 通货膨胀危机的负面影响是全面性的 四 粮食危机 二十年之内 人类要面临的最严重问题 注意 与农民息息相关的土地问题与冲突 五 健康危机 人类吃太多 还有不断的食安问题 导致身体不知不觉变差 六 立二危机 明白灵魂是不能演算出来的 小心人类变笨 被机器取代 七 碳排危机 碳排问题变本加厉 是气球暖化的主因 八 人性危机 消费主义盛行 人类的贪婪 不良政客领导人 会加速世界恶化 九 地球危机 人类为了经济活动 已经严重破坏大自然 食业里危机 看不见的危机最可怕 人类瞎忙 身心淋漓计划 要相信有神 尊重看不见的力量 做好事消夜里 很多灾难的发生 都不是偶然 关于灾害 祖师大德们曾说过 不是地球在变 而是人在变 人心在变 所以地球也在变 就像佛法里讲的 都是因业力所限 因业力所感 都是我们自己业力的感召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因果关系是自然现象 也是宇宙真理 人类对自然的过度消耗 对于口腹之欲的贪婪 将地球掏空 才导致生态失衡 这就是灾难的因 佛家说 贪食为鱼三毒 贪嗔痴之手 贪婪多欲念多 灾难也就越来越多 全球疫情爆发 灾难接踵而至 络绎不绝 雾霾台风地震海啸 洪涝干旱火灾瘟疫 等等此起彼伏 分之塌来 这就是果 业障重怎么办 认识五种消业除障的方法 拂去业障尘埃 业障意思是什么 累世业障是怎么形成的 何谓业 以性质来分 业有善业恶业 即因善或恶的行为 而产生的一种 不可见的作用力 业力凡合乎人间道德 有利于大众的 都称为善业 例如 不识行善助人多做功德等 反之 弱势做出损人力几等 伤害其他生命的行为 都称为恶业 例如 杀生偷盗 口出恶严心计贪欲等 此外 无论生死 业力都会紧紧跟随着我们 举例而言 当我们用语言或行为伤害他人 或做了其他不好的事 它就会形成一种业的能量 一直跟随着我们 并和灵魂绑在一起 即使今世的生命结束 转世后 仍然会背负前世积累下来的恶业 进而形成所谓的累失业障 何谓业障重 业障重的人会遇到哪些状况 无论是谁 都会承受业障所带来的作用力 业障较轻的人 可能只是遇到轻微的不顺心和不如意 业障重的人 则有可能面临婚姻不顺 事业运不佳 在关键时刻 做出错误的决定 甚至是罹患难以医治的重大疾病 我们虽然看不见夜里 但可以透过发生的事件 而有所感受 灾厄越重 也代表着前十至今时累积的业障越重 业障重的特征有哪些 业障重的特征有哪些呢 一个人的业 障是否深重 可以从某些特质看出来 下方为大家简单说明 不信因果 一个人若是不相信因果法则 自然也就不相信因果报应 因此 不容易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 很可能会因为错误不道德的行为 累积恶业 让业障更加深重 业障病缠身 如果一个人患上了某种疑难杂症 或虽是某些常见疾病 但却找不到明确病因 寻遍医生也无法根治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业障显现而治病 缺乏爱心在日常生活中 若是有人对小花小草 小动物等生命不爱惜 甚至喜欢残忍虐待 则代表此人缺乏同理心和爱心 更容易加重他的业障 业障重怎么办 五个消除业障的方法 如果发现自己有上述业障中的特征 或是身边亲友有类似的状况 该怎么办 难道只能接受业障带来的灾厄吗 其实不然通过下列五种消除业障的方法 将帮助你逐渐偿还 洗清业障 一 忏悔行善 业障重的人 可透过忏悔行善 消除业障 金菩提宗师教导大家 做一个真正有智慧善良的好人 要学会看清自己的行为 认识到自己犯下的过错 还要真诚地为此忏悔 并知错能改 便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业理 此外 尽管一般人难以做到念念失善 但可以实时提醒自己 保持善心善与善行 帮助并有爱他人 乃至爱护随处可见的一草一木 避免让伤害的意念留在心里 养成这样的习惯 自然而然 也能累积福报 消减罪孽 二 不识供养 透过慷慨不求回报的帮助他人 能够培养无私慈悲的心 举例来说 看见贫苦之人时 主动 施与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救济及关怀 就是一种不识 以真诚之心 供养修行人 或是佛菩萨像 以及弘法力生的道场 也能帮助我们累积福德 不识和供养 能够消解我们因贪欲自私 吝啬等负面心理 而产生的业力 进而消除累失业障 三 广做功德 做功德的范围很广 除了参与一般的慈善活动 职工贡献自己的时间能力与知识 为人们服务以外 还可以到吉祥的道场 参加各种法会 参与速佛今身助引佛教经典 或为自己及亲友点灯祈福等 不仅能让自己和亲朋好友受益 还能让更多的人 获得佛菩萨的庇佑和加持 因此功德巨大 有助于快速消业处长 四 诚心念佛 念佛不仅可以使人获得健康 提升心灵境界 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中也提到 称佛名故 于念念中处八十亿节生死之罪 因此如果能以真诚之心常念佛号 与佛相应 不仅能够培养自己的慈悲心 还能获得佛菩萨的能量加持 消除心中邪念 及时改善过去所做错事 而造下的恶果恶报 并能为未来种下善因善众 五 跟随大修行者 实修除了上述方式外 若能跟随有正知正见的佛法大修行者 进行实修 则更有助于快速消除业障 金菩提宗师慈悲为怀 心系众生 致力于将自己所学到的修行方法 传递给需要的人 希望帮助一切受苦难的人 解除身心疾苦 乃至达到根本的觉悟解脱 因此 在菩提禅修时常开办禅修班念佛班 课程内容简单易学 效果显著 即使是零基础的人 也能轻轻松松开始修行 并能跟随宗师学习禅法的慈悲与智慧 洞察自己的内心 让身心达到清静平和的境界 进而化解烦恼和痛苦 生活在地球上 我们彼此相生相连 万物修其与共 如果我们不停止自己的贪欲 那么最终只会承受恶果 当我们学会善待万物生灵 善待地球母亲人 就能得到天地自然的庇护 自然无灾无难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